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小生活大创造 今天我们来做芝麻糊 它的做法简单,口感香醇 养颜乌发是一个不错的早餐选择 首先烤芝麻 为什么要烤芝麻呢? 因为素溶芝麻糊是用开水冲泡 所以所有食材必须是熟的 其次,烤过的黑芝麻更容易研磨成粉状 将黑芝麻送入烤箱中 350华氏度烤6分钟 烤芝麻的时候注意根据自家烤箱的火力 适当调节烘烤的时间 切勿把芝麻烤糊了 烤好的黑芝麻放一边晾凉备用 第二步炒粘米粉 取平底锅,开中火 将生的粘米粉倒入锅中 不断翻动米粉 让它在锅中瘦肉均匀 炒到米粉的颜色微微泛黄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的材料都准备好了 我们开始打芝麻粉 我们的主角登场了 咖啡研磨机 在其中加入三勺薯芝麻 一茶勺粘米粉 盖盖 搅打芝麻将它磨成芝麻粉 有人会问,打芝麻粉为什么要加粘米粉呢 这是因为,研磨过程中芝麻会出油结块 粘米粉能吸收芝麻中的油 有助于打出松散的芝麻粉 但这个研磨芝麻的过程不能过长 过长的研磨会导致芝麻大量出油 即使用了粘米粉也无法挽救 最终磨成芝麻酱 因为有咖啡研磨机 所以很快芝麻粉就全部磨好了 这里有我在超市买的现成芝麻粉 我们来做个对比 右边是我们自己做的芝麻粉 看起来更黑 尝起来口味更香醇 我们把磨好的芝麻粉密封保存起来 第二天早晨,我们来享受一下劳动成果吧 碗中加入糖和炒熟的粘米粉各一勺 黑芝麻粉三勺 沖入适量的开水 搅匀后 一碗养颜乌发口味香醇的芝麻糊就沖好了 这里是小生活大创造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收藏 欢迎您点击右下角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它将通知您我更新的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请晚期待 打开会订阅我的频道